亲爱的弟兄姊们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你我生活 要面对不同的困难挑战危险 我们当如何面对艰难的任务呢 撒末尼基上第17章 我们一同来思想 透过大卫 如何面对格利亚 来思想我们面对许多困难挑战危机的时候 我们当如何行 圣经让我们看到 菲利士 以色列的敌人派出一个高大的巨人 起来骂政 圣经形容他高三公尺 他身上穿的铜盔铁铐就57公斤 他枪的头就7公斤 还有拿盾牌人走在他们的面前 他身下类似做战事的非常高大 他呼唤人出来单挑决战 扫罗众人都非常的惧怕 相反的 大卫只是一个牧羊人 他送食物上战场去看他三个哥哥 他听到这菲利士人格利亚 来教证 他说他是谁竟敢向永生神军队骂政呢 他的哥哥这时候在旁边 哥哥也是那个跟扫罗一起躲起来的人 在弟弟眼前出了阳相 他当然非常的发怒 于是指控大卫 你把木的几只羊交给谁 你是来看热闹的 大卫说 我来 不是来看热闹的 离开这个让人挫败攻击他的人 扫罗王听到他要上战场 他说你不能太年轻了 大卫说 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 今日也必要救我脱离这菲利士人 扫罗要把自己的铠甲给他 但大卫穿不惯 他挑了五个石头上战场 哥里亚看到他 说你拿杖药来打狗吗 咒骂大卫 而起身迎向大卫 大卫说 你攻击我靠刀枪捅起 我攻击你 靠万军之夜华的名 要让人知道 夜华是神 他用甩石器 把石头甩出去 就这么刚好准确的 命中了哥里亚的额头 他扑倒在地 菲利士一看这个情况起来逃跑 以身体的追赶 大卫砍下菲利士的头 扫罗问他是谁 这个小朋友是谁 而大卫说 我是伯利恒耶稀之子 这张我们看到 当面对极大的挑战 巨人哥里亚一般的敌人 在面前的时候 扫罗是躲起来的 伊利亚是害怕的 但大卫选择依靠神 他为什么这么勇敢 第一 他平常依靠神 经历牧羊的时候 狮子熊雕走一样 他把他找回来 第二 他心中渴望不是为自己的荣耀征战 是让神的名得荣耀 第三 他渴望 看见 上帝的大能能够彰显 不靠势力 不靠刀墙 靠耶和华的名 神把得胜赐给他 神能帮助我们 面对大小的挑战 让我们起来 谦卑依靠神 这个过程 让我们认识神 平常让我们起来积极打仗 我们来祷告 绝世我们谢谢你 极大的敌人 我要彰显神 极大的能力 极大的恩典 让我们勇敢加入上帝的军队 一起经历得胜与平安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